9月26日,黑金计划就旗下艺人李振宁疑似恋情曝光仪式发表严正声明,传闻军系五中生友及恶意捏造,严重侵害了李振宁的名誉,使其蒙受了各方面的误解与质疑,我司将依法追责,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。 随后,黑金经纪的创始人兼董事长聂心远转发微博称,缺德的人太多了,远离他们。